大德皇喜歡回覆 孩子也會腸躁症 減壓才是致病根本 其實現在小朋友的壓力也很大 從吃飯的飯桌 然後到譬如說要自己開始 學習刷牙 洗澡 到長大之後 課業壓力 我覺得小朋友其實很可憐 妳有知道現在大人壓力很大 有些人會有得腸躁症 有 我叫曾國成先生就有腸躁症 真的嗎 妳跟人家暴露人家的病死啊 真的 她還會想 錄一路在她說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可是妳知道現在腸躁症 現在人連小孩都會有 妳就知道他們在學校 真的有的時候受到的壓力 不亞於知名主持人 對 可是我們要怎麼分辨 什麼叫腸躁症 其實腸躁症它是一個體質 我們也不太能說它是一個病 它就是說我今天身體 只要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我的腸胃的自主神經就會亂掉 我有可能是以便利作為表現 也有可能是以腹瀉作為表現 也有些人就是腹痛 那這些症狀就會提醒妳說 妳一下便祕 然後一下又腹瀉 可是醫生又講說妳很健康 而且妳就拉這麼一天 就拉這麼一次 然後很痛 可是過了又沒有了 又不是每天都有 那醫生大概經過評估就知道 妳不是因為感染或是吃壞肚子的生病 妳是自己身體的腸胃道的速度 忽快忽慢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特效藥 其實真正的特效藥就是 妳要了解它情緒壓力的源頭 然後要解除它 妳的孩子有可能在學校遇到困難 幫助它跟老師討論一下 有可能是家裡 大家因為它壓力太大 我們自己要撐住我們的舌頭 不要再常常唸它 罵它 好的 關注